好,歡迎來到膠視片場 Pastikphoto.hk Gary Lau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他真的做了一點功課 Z5的CMOS和Z62的背照式CMOS會不會差很遠 因為他真的有入圍安慰 又真的有用了DP review來做一個image comparison 看到高ISO的表現不是差很多 但現實上的價錢差很遠 本身他是一個不追求連拍速度和不追求拍片的人 想問一下上不上好呢? 還是再保持Z5好呢? 他本身在裡面,甚至乎進去DPP review的image comparison 看到有些很混淆的,單憑他看照片 他就看上去覺得Z6的image quality更好過Z62,更好過Z5 其實就不太好看,知道怎樣去判斷機和機之間的分別 首先解釋一下,大家也有說過Z5的CMOS 即是A72 是A72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在A7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2和3之間 Sony是將它的科技完整改變的 就是由普通的ZMOS變成一個背照式ZMOS 那背照式ZMOS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令到它的低光感應度更加高 寬容度闊了 還有連拍的速度都有影響 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實Nikon是自己沒有研發ZMOS的 它只是可以向Sony手上買一些CMOS 但是也是因為成本關係 它未必可以拿到它們最新的CMOS 所以其實現今的Z5 都只是A72年代的CMOS 或者我搶姜說一點 其實很多時候,很多朋友上網看一些相片和相片的比例 其實你在看的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預測的比例 就是說,你可能會覺得兩部機器不差很遠 但是其實那個File給到你的細節就差很遠 但是那些細節是要你移動的CMOS 你才會發現 有時候它可能為了 你用一部M6 Mark II 你用開的 就是Canon的 其實它不是很厲害的 CMOS 沒錯 但是它的Preview給你 它是做得漂亮 Color Science做得漂亮 簡單來說 就好像有一個撿照的人 撿漂亮了給你 是 罐頭來撿了給你 是的 其實每個牌子都有它的Color Science 都有一個撿照佬幫你撿完 給你看的 可能轉了一個新一代的機種 其實CMOS進步了很多 但是其實拿出來的那碟菜 你看起來是一樣的 是不奇怪的 所以這樣去比較 有時候網上世界 有很多東西我們是 被人誤導了 或者有些人喜歡拍照圖表 很多這樣的比較 其實是未盡完善的 未表達到整件事 是的 數字上做一點比較 就是剛才它也說到 它進入了DPU裏裏 我猜它只是看了JPIC的部分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 下載它這麼多的File 的RAW來看 你自己看 對 那你就會發覺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還有呢 中間還有一點改變 就是說 很簡單看File Size 大家剛才所說到 A72和Z5是同一個CMOS 但是你會看到 在A72裡面的RAW file 只有24Mb 但是Z5去到35Mb 那變相 其實可以說 裡面來說 其實它有的細節 其實真的多很多 那我們怎樣 利用一個CMOS 好還是不好 隨著時代的改變 或者是剛才所說 公司的Image Challenge 可以將同一個CMOS 它出來的圖像 可以有更加好的優化 那其實NICK個人 真的花了很多功夫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說 在同等像素 再加上有很多原因 除了它本身的CMOS 加上演算出來的效果 有多好 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 你的鏡頭有多漂亮 那我們經常都會說 窮才會用Sony 但是 有追求的窮人都會用G Master 但是那個價錢比較 就是 那你拿G Master的Image Quality 以及現在講的 就是 Nikon Z Series的鏡頭 頂級鏡的價錢來比較 其實是 要計算除了那個機身之外 你後面的配套那個價值 是不是你完全 你需要用的鏡頭裡面來講 你做了價錢比較 所以為什麼 就是很多時候 你會搭的時候 有時候會搭Nikon好些 有時候會搭Sony好些 就是經常都被人說 無人兩可 其實是有因素很多 在裡面的 即便宜啦 價錢 其實現在的資訊這麼公開 很多朋友都會上Youtube 看看這個 看看那個 你會見到很多相片 其實拍出來 其實搭的那部機 拍出來的相片都很漂亮 那當然啦 光這麼漂亮 即是你去一個 情況本身 對相機是沒有挑戰性的 即不是每個頻道 會好像我們這樣 三間半夜 下去下面拍廁所 又說 去試一下那支鏡頭 和那部機身 給你去到幾盡 簡單來說 Z5 因為我本身是用家 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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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的思亡是 差一代 其實分別是什麼呢 當你在很漂亮的空間拍攝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但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我有試過去到一些博物館 在一個很暗的環境裡面 去拍一些 projecta 那些art piece 在那些環境你去拍的時候 我就發覺 Z5 那個file 你不推它好地地 你一推 開始那些暗位的過度 就會有color banding 即是那一刻已經是大ISO 那當然啦 大ISO 就等於降低了寬容度 所以就變得沒什麼推的 沒錯 但在這個情況 在同一個情況 A7C和A73 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很明顯就是 這個不是color science的問題 這個是Simon 給到你的 limitation 所以你說是不是差很遠呢 是真的差很遠的 不是說你爬完山 拍一個風景 就OK 你就會拍照 你拿一部很漂亮的相機 你當然是去 如果你要試相機 你要去一個嚴峻的環境 考到一部相機 不是嚴峻的人 是嚴峻對部相機 是 你們給我相機 去試它的limitation 我拍到漂亮的相機 有多難 是不是 我們本身拍照是賺食的 不要搞笑 有時的事情 是 借題發揮就好了 拍照是在乎我們的生計 所以如果有相對的budget的話 有budget就做 我們會花相應的功夫 去做 沒有budget 我們都會辛苦 放了工 大汗搭小汗 到樓下公園拍廁所 是 那些就真的是 我們為了興趣 是為了興趣 我們興趣就是拍廁所 對 沒錯 所以我們不隨便做義工 因為其實 就是說 說得很遠 但我又想說 義工 意思是 譬如說 你假設有一幫人 是靠這個攝影來賺食的時候 我突然間 我當我做善事 我免費地搶了別人生意的話 其實是未必是一件好事來的 不是 義工這件事是意義 你覺得這樣有意義 我覺得這樣有意義 最近阿sir 都說 要我去拿相機的話 就留給其他人做 我們做 去到這裏我們都可以做到的 再多就難一點 哈哈哈哈 好了 不知能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是啊 我知道 還有很多問題 因為其實 同一時間 Gary都有跟我個人討論的 真的給我多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才可以 用這些問題來繼續發揮 我們講多一些內容 是啊 好 自由發揮 Gary 拜拜 幹ástico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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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